阿豪 講講講 今次我想說的是 什麼叫做有那麼巧合 我不是說那些逛逛街撞到人的那隻 嚴格來說這隻也算是 因為你真的那麼巧合遇到 但我想說那隻 有些事情發生後 你會忍不住說 很邪惡 為什麼這麼巧合 是這隻 可能我的人不太正常 如果有聽開做什麼的人 會清楚一點 沒有聽就快去聽吧 總之我久不久會發生奇怪怪的事情 當然不是傳言是靈異 但可能其他人一年是一次 我一年有三四次 有一次我都蠻深刻的 話說有一天 我就在家裡沒有工作 就在找東西看 按一下去到電影台 咦?在播放那套紀錄片 是講南京大屠殺的 由於我都蠻喜歡看歷史的 那套紀錄片又不是開始了很久 那就看吧 這套紀錄片 原來不是主打講南京大屠殺 它是講一個美直懷的作家 叫張淳宇 有一次張淳宇在美國 看了一個關於南京大屠殺的 相片展覽 加上她本身的家人 有跟她說過這個歷史事件 她就在想 為何這件事 這麼慘 簡直可以比美納粹集中營 是這麼殘忍的行為 但這個世界上的紀錄好像很少 甚至西方國家好像沒有記載 人們好像不知道 於是她就決定去寫書 希望留下紀錄 令到這些行為不要再發生 在她很努力地找資料寫書期間 還找到一些外國人寫的記載 他們全部都是當年 經歷南京大屠殺的外國人 那些記載就是拉布日記 毅德林日記等等 由於她找到出來 所以令到日記可以成功地出版 這兩本書我中學都看過 當時一邊看一邊覺得 好在我不是在那個年代出生 不然也挺恐怖 那好吧 我看完紀錄片 又找一些資料來看 我的人就是這樣 一知道一些新的事 我就很想知道相關的資料 就瘋狂地不停地去研究 其實真是很白 看看資料我就發現 咦?原來我那天在家裡沒有工作 看到紀錄片那天呢? 正正就是南京大屠殺的紀念日 12月13日 咦?是不是很麻煩? 有沒有這麼巧合? 那還未算 我後來還想回 我為了要買章純魚的書 其實去過很多書店 找過都沒有 因為本書都不是新出的 是以前舊的 我又很糟糕 我很喜歡 未去到最後一刻 找不到新的買來看 我都不會去圖書館借的 因為我很想本書是新的 而不是圖書館那些發了黃 硬了皮 那種 一直都是找 找不到就繼續等 直到有一天 我想著 好吧 走走走成品 再看一次 如果真的沒有的 我就在台灣的網上書店訂購 好像見過是有的 當然 其實我之前已經親自去過成品櫃 問過 還有沒有這本書 是沒有存貨的 因為這些書 真的不會特地無故日上課 這不是新書 所以這個去成品看多次 這一下 只不過是我例行去開 逢稱那區是有成品開的 我就會去看一看 那好吧 我就再看 當我走到歷史區那堆書櫃 一站定個人 我的視線水平 就有一本 張純魚所寫的南京大屠殺的書 是呀 就是這樣 這就是我剛才一路所說的 有沒有這麼巧合 由於實在太巧合 所以這件事其實都幾年前了 但我都覺得是很巧合的一件事 當然 無論是南京大屠殺這件事 還是張純魚這位作家 我之後都看了很多資料 網上都是很多片 是張純魚來的 但有時真的看得吃不下飯 如果你想看的話 最好就不要想著 吃飯找些東西看 就開來看了 千萬不要 不過有這樣想 認識歷史是一件好事 可能這些有這麼巧合 就是想我知道多些東西 還有就是 世界和平說出來是很娘的 但真的很重要 真心希望這些殘免的事 就不要再發生了 蠻殘渠小卡 千萬不要再發生了 也好 容易